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休息日的各种说法 如果我们上班或者上学的话呢,每个星期会休息一天或者两天 那么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就是一般的休息日 然后像春节啦,国庆节啦,还有中秋节啦 这样的节日呢,是属于法定节假日 一般来讲公司是会放假的 当然这个也是根据各个公司的运营情况 可能会出现调休等等的 在公司工作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假 比如说年假 年假就是不扣工资的带薪休假日 这个是大家很喜欢的 当然每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 然后就是有事呢,要请试假 生病了,去医院看病,要请病假 当然啦,请病假的时候 一般需要就诊医院开局的相关证明 然后还有婚假和桑假 桑假呢,就是指家里面有桑事的时候要请的假 这个桑假呢,一般是指直系亲属 像父母子女以及配偶的去世 可以请这个桑假 但是像岳父岳母公公婆婆 以及家里面一些祖辈的老人 比如说爷爷奶奶老爷姥姥去世的时候 有一些公司也是给桑假的 至于婚假嘛 当然肯定是结婚的时候请的假是婚假 现在咱们婚姻自由啊 结婚是自由的,离婚也是自由的 不过第一次结婚公司肯定是给假的 但是第五次第六次结婚的话 就不知道公司给不给了 好了,今天我们一起聊了聊有关休息日的说法 你觉得一年有多少天的休息日比较合适呢?